台積電這幾年要積極來進行海外的一個佈局設廠 包含不管你說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現在包含車業發達的德國都有打算去設廠 但是現在傳出說德國政府原本說好的補助 現在面臨卡關了 這我就想請教威姐了 如果今天德國的這個補助卡關的話 對台積電來說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嗎 其實不會 而且 但是我跟你講它全球的拼圖的確有可能少一塊 所以現在目前會是很多人聽到這些訊息 覺得緊張 緊張 緊張 會不會到時候台積電在全球的佈局 包括美國 日本 德國 中國 未來會不會少一塊德國的拼圖 為什麼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管教朋友我們看過來 因為這一次我們如果去德國 做一個德積電 要花錢 要多少錢 100億 100億的歐元 所以你在這裡面本來都說好了 而且他們德國的部長千里條說 求你給我一個在台積電 到德國設廠 結果你都已經答應出來的補助 現在居然要補助50億歐元 這100億總共要花費這樣 但是裡面50億要補助 結果現在發現完蛋了卡關 我下面最新的一個消息說 因為它現在的這套補助 其實德國政府把它錢藏在哪裡 它把它藏在 他們原本歐洲有個大型的基金 那個部分叫做氣 氣候 季 產業轉型的基金 它偷偷是這樣 本來是放在那裡 結果現在被德國政府那邊直接裁定 它這個部分被公共裁定說它違憲 違憲 因為其實你真實的作用 是做氣候 季 產業轉型 結果你現在拿來蓋台積電 那個情況其實不能夠挪來做不同的用途 所以現在最大的變數 如果你這個50億歐元你不下來 我台積電幹嘛去 坦白講哪有人這樣子擺做公開 你原本說還要幫我出一半的 結果你現在不給了 50億歐元 你別開玩笑 而且本來剛開始我們也沒必要去 是你要求我 我才去 結果現在發現如果真的是到這個最後的情況 你50億歐元補助不見了 台積電幹嘛去 如果9個月之後你沒有拿來補助 很可能德基電拜拜取消 就不去了 對 那如果不去的話 目前為止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現在還在打官司 違憲這個是一部分 就看德國政府你自己的誠意怎麼樣 但是你想想看 我們到了去蓋德基電 其實裡面還有重重的關卡 不只是這個預算的問題 未來其實你知道德國 他包括他也很缺工 他人真的沒有幾個 我去德國採訪的時候 其實真的也沒什麼 人數本來就不多 各個國家的電費很高 現在他們的工會 不是只有美國的工會已經唱歌 德國工會也很厲害的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到底該進該退現在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現在你知道他們缺不缺 他非常極缺 我跟你講觀眾朋友你要知道這一點 如果台積電不去德國 損失的是德國 你現在德國是不是全世界 目前為止在汽車產業裡面的No.1 造車工業德國最有名 最有名 但是你知道他現在非常缺晶片 現在你表面看起來2020年缺的只是傳統燃油車 我跟你講 不好意思 未來他非常急需要的是先進製程 包括像是這個電動車方面 你知道未來電動車包括他的自駕輔助系統 Adus 或者是說你這個自駕晶片跟AI晶片裡面控油的 你知道是現在傳統燃油車的幾倍 你知道他造作晶片的用量至少超過5倍以上 而且功能要非常的強 那你傳統車都缺了 那你電動車不是缺更大 好 你厲害嘛 你就要你的恩赤譜 你的易發半導體自己做做看 英飛靈做做看 就是做不出來 所以他現在德國那邊全部要靠他 原先仰仗的還完全不行 所以他非要台積電不可 所以你知道他當地的學者跟政府非常需要台積電 不是我欠你 我跟你講 那大家擔心 那接下來他的情況後續可能會怎麼發展 我們先來看 如果你德國政府開的是把他票 到時候跳票不能夠做 但是現在台積電會不會有影響 就像剛剛嘉明問的我覺得一點都不會 好 因為我們從來不缺德國 在這裡面我們要知道 現在台積電已經先進製程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剛剛講他其實主要很多都是在承受製程 可是他現在最重要需要台積電部分在先進製程 台積電先進製程現在已經跑到什麼樣的地位了 我們來看我們光以車 我不是在講AI什麼 我講車 這方面光車子的部分 因為7奈米以下就算是先進製程 所以你光是在7奈米 5奈米這些部分 包括輝達 特斯拉 早就是他的這個大客戶我們台積電的 那如果在5奈米現在已經在run的 已經在跑的 像高通的骁龍系列通通都有 恩赤浦這些都是常客 但是更重要的是現在3奈米 我跟你講 全世界目前為止台積電的3奈米的客戶不多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蘋果 就是蘋果 但是接下來會是第二個呢 現在有很多的疑惑點 據說會是Intel 我跟你講 現在到時候已經是Intel 要直接再包成為3奈米的 他是第二大客戶 第三大客戶會是我們現在的那個聯發科 那你看 現在在Intel的部分 我跟你講 已經是140億美元 直接就已經確定要用我們的3奈米 你看台積電的3奈米 它最主要是做它的X86 好 所以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一個是手機 然後這邊PC比較多 NB比較多 但是最重要的汽車 汽車這部分 台積電全包 所以在這裡面你就知道 接下來對於股價這方面的影響 可能就是非常的大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你可以看 佳明 我們現在我們今天台北股市 雖然漲的指數不多 我跟你講 多少家都在漲停 今天會覺得比較委屈 一點點溫度一點 其實就是台積電的供應鏈 因為這個消息其實影響不小 那我們來看 如果以台積電的供應鏈 跟相關的部分會有哪些 譬如說它的子公司 是金財做封測的部分 但你看 連金財目前為止 它的10月的營收 其實已經是月增年增了 而且現在市場上非常夯的部分 就是3D感測元件 我們之前我們來節目的時候 都有講過好幾次 所以在這裡面 它的股價會不會有所表現 來 我們看一下 它今年最高 今年我就會波段高 今年其實都發生在7月上下 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就下半年之後 對 所以你看接下來 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打了一個比較大的底之後 一路往上攀升 當時我們有點擔心金財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譬如說月季線 其實現在都站在月季線之上 所以現在又回到了136 所以以技術現行 你跟他未來的訂單 他畢竟是台積電的子公司 所以訂單不下到他這裡下哪裡 所以我覺得精彩的部分 給他一段時間 我覺得其實狀況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來看 加登也是這個台積電 無論去哪裡他一定要帶 因為先進製程 你一定要用到加登的光照盒 但是加登現在也不完全 只靠台積電的光照盒 他包括自動化的設備 特別他居然接近航太 所以在這裡面 當然目前位置預估明後年 他的營收有機會 他開始要去拚雙成長 兩位數的成長 目前為止加登比較貴 管理名很多人都去買過這一檔 尤其他之前400多塊錢的時候 以為他沒有辦法衝高沒有 今天在7月份那時候 就是因為AI的題材的關係 所以他當時來到了438.5 是今年的高峰 可是你可以看到 後來到了這個8月中左右 一路打到最低 底底而且底 但是後來有底底高了 至少你這個線型裡面 完全破壞 那目前為止你看到今天為止 他也回到了377 所以你看這些統統都是 台積電相關的供應鏈 只要有台積電 他就可以跟著吃香喝了 但是現在我們講有先進製程 有先進封裝 現在星雲 今年好熱 他的CoA 所以目前為止 他不僅先進封裝 他的CoA的部分 全世界包括輝達 都趕著要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不只是這樣 我們剛剛講的 最主要是車用的晶片 所以你看IGBT 還有SIC 碳化系的這部分 他通通都有做佈局 所以目前毛利率不錯 至少有三成以上 而且EPS上款8塊 但是他的線型 你可以看目前為止 今年最高峰 來到了266塊5 其實當時不錯 你看佳銘 他原本從86 長了三倍 我跟你講 這實在今年幸運 好多人在裡面大賺錢 但是你看 自從這個 AI的議題之後 結果一路比較往下 但沒關係 現在你看 又回到了219 而且目前都在月季限制上 可是這些都沒有一檔來得漂亮 這一檔叫做新權 來 我跟你講觀眾朋友 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新權最近真的很夯 你可以看到他最主要是 包括之前有AI跟高速運算 可是最重要的 他成長動能不是這個 其實就是這次的主題 歐洲這方面的主題 就是車用拜導體 他其實原本是做IC封測 對 在這裡面他的封測最主要是做 那個星圓的一個封測 以及成品的封測 它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只能說 他目前一直呈現出來 我跟你講 等會我給你看一個數字很驚訝 你看 那你現在看的都是外面 因為第三季有寄生 毛利率也很好 EPS不錯 但是更重要的是 管理人員 它裡面均線完全的多頭排列 因為這邊我們只有月季限 我跟你講 這市場裡面只有全新均線多頭排列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新權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 跟觀眾講到這一點 你看我們光看技術線 但是我先講一下 新權到底他的業務 他主要的部分能夠幹嘛 在這裡面 他的IC封測裡面 其實最主要 我剛剛已經有提過 你在晶圓的時期 還沒有完全做成成品 他當時就幫你 開始做探真的服務 就幫你淘汰 前期的部分 最主要是不良品 我跟你講 這一次為什麼 本來有人打算 比如說高通打算 給三星給台積電 本來都要發 為什麼三星接不開 因為他的不良品太大 量率太差了 沒錯 你的提升量率靠新權 所以在這裡面 他直接就能夠節省你很多的成本 但是還有一個部分 因為他最主要 包括手機 電視機 螢幕 記憶卡 凡是台積電線 需要的消費性電子 他都沒有 但是更重要的 他不只是在那個 成金圓片的時候這樣 最主要是 你已經封裝完畢 你做完那個 一大堆的封裝 全部都結束之後 他還可以再幫你認證 這個產品 他的功能功耗 到底如何 所以他前期後期 他都有辦法去做測驗 對 所以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這樣 觀眾朋友你看過來 重點在這裡 這一次你可以看 大五明明講他在幹嘛 現在營收獲利 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 最重要的是 他切入現在全世界 五大車廠 他的半導體 他的封測需要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 英菲林恩赤普 五大的車廠 訂單在這裡 而且他不只是坐車 他還有安控 還有通訊IC 你可以看到 最重要是重點疊加 我們剛剛已經講 你現在看到是五條軍 他的軍線全部多頭排列 更重要 來 嘉明你可以看到 從今年五月份開始 六月 今天是十二月六號 我們就從七月 從這個七月的六號開始 這整個月你看 投信全部都在吃 然後如果你往前推 五個月 我跟你講這五個月裡面 居然只有九天 對 投信小賣 你聽懂了嗎 其他全部都是投信在吃貨 所以你從這一點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難怪新權 最近他已經準備要發動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是在多空趨勢線 在十月二十號裡面 抓到這一檔 多空趨勢線 我們在節目裡面 也談過幾次 簡單來講 藍色的線 屬於這檔個股本身的 多空趨勢線 它怎麼形成的呢 就是這檔個股 當天的漲跌幅跟大盤相減 看誰比較強 所以這藍色的線是 它的多空趨勢 現在零軸之上代表多方 但是更重要的 主力有沒有在裡面 這檔股票才會漲 所以目前為止 在主力線 主力的脈動線上面 它在這個時刻點 十月二十號正式穿越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為止 全部都在主力線上 所以我們只能跟大家講 其實德國 你要不要 這是你家的事情 台積電沒有損失 但是你一空出來之後 所有的人立即地補 包括車用 來自於全世界訂單 通通都在這裡 所以這些台積電供應鏈 相關的包括新權 這個精彩等等 每一個人訂單都會吃飽飽 政界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風紀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